MSI 近人推出一款旗下最強的電競筆電GT73VR 6RE Titan SLI 擁有兩張最新的GeForce GTX 1070 SLI 雙繪圖卡架構 繪圖效能驚人 還搭載Intel Core i7-6820HK 處理器 結合超頻和定級的扇技術 將系統的效能發揮得更加極致 MSI GT73 VR 6RE 用了17.3吋 IPS 屏幕 支援3840 x 2160 4K 解像度 還用來Portrait Display技術校正屏幕 加入了True Color技術 還支援G-Sync功能 GT73 VR 6RE 備有17.3吋 UHD 和 Full HD 進階版 後者支援120Hz 5ms 和闊屏幕顯示 大幅優化影像流暢度 唯一令用家可以更投入遊戲世界 支援Matrix Display多屏幕輸出 內建三組輸出大面 包括HDMI Mini DisplayPort 和 Thunderbolt 3 連同內建屏幕 用家最多在四個屏幕同時進行4K畫質顯示 機身備有多做接口 包括Line-In、Line-Out、耳機和Microphone等音效接口 另外提供5組 USB 3.0 Type-A、RJ45 和 Type-C 接口 提供完善的擴充支援 音效系統方面 GT73 VR6RE 內建兩種由Di Audio提供 分佈在機身左右兩邊的3W喇叭 和設在機底的5W低音woofer喇叭 還以冷顯明音效軟件最優化 提供迫震的環迴立體效果 鍵盤部分 GT73 VR6RE 用於 SteelSeries的鍵盤 鍵帽表面以銀線塗層編制 內構不易退色 而且透光度高 可以將鍵盤底部的LED光線向外擴散 同時提供 SteelSeries Android 3 軟件 可以在1680萬種色彩和發光模式內調校 符合Gammer對電競鍵盤的要求 GT73 VR6RE 以強項圖像處理能力為設計重點 配備兩張最新的GeForce GTX 1070 繪圖卡 還以SLI技術整合 將圖像處理效能配給提升 處理器方面 用於Intel-Core i7-620HKло 相機 配合MSI 무엇ific 提升效能 當使用家調節 Turbo 模式後 CPU 時密 Slack 可以提升至至至4GHz 紀錄體部分 GT73 VR6RE 配備 Denn 32GB 雙通道 DDR4 2400 幾億體 還提供 4 條 DIMM 插槽 給用家擴充速度最高 64GB 幾億體 儲存系統方面 GT73 VR6RE 內建 1TB 傳統硬碟 另外提供兩組 256GB M.2 SSD 以 MSI Super Race 4 技術 組成 512GB 儲存架構 為整體系統加速 GT73 VR6RE 的散熱部份亦經過考量 內部總共提供 12 組同道熱管 降低 CPU 和 GPU 的熱力 最後兩組靜音風扇將熱力向機頂和機箱兩邊上方帶走 用家還可以利用鍵盤右上方的散熱鍵 啟動封爛散熱系統 另外用家亦可以在 MSI Dragon Dashboard 上調校風扇轉速 提供 4 個選項給用家調整 在啟動進階散熱模式 就可以大幅為 CPU 和 GPU 降低溫度